鼓励长者走出学习与社会增加互动 像是日南长青学院开设20多个班 课程种类多元丰富 像是静态的书法班、评部班等 或是动态的舞蹈班、歌唱班等 这天农会也举办节夜典礼 特过镜头带大家看看这群银法学员的优秀成果 来自日南长青学院的银法长辈们 在台上整齐坝衣的演奏二胡 展现苦练多时的精彩表演 也吸引台下目光 紧接着还有国标舞班以及歌唱班等 超过十多组彩艺班级轮番上台演出 也让人看到阿公阿嬷们丰富多元的学习成果 日南长青歌台语歌唱班 我们的老师是杨兆佳老师 他教得非常的好 他对音乐的造语非常的高 对我们同学的售后都很大 那我们人脸就越来越多 就是同学就越来越多 老师又开了好几个班 可以说非常受到我们大甲地区的欢联 参加这个日南长青班的二胡班 已经有十年了 这十年当中我们从不会到有一点点基础 觉得个人觉得学习的非常乐趣也非常高兴 重庆学院开设二十多个班 吸引超过七百多个长辈们 依照兴趣报名就读 而这天农会更特别举办节夜典礼 除了有动态的成果展现外 一旁更有静态的书法班 拼布班等创作 细致的作品呈现也都另整惊艳 每天要研磨 每天提笔 那这星期就放不下来 如果没有做星期的话 那每天看电视也不是办法 所以说有这个星期是很好 非常感谢这个农会他们提供这种场所给我们 我们日南长青学院里面提供的这些 静态的学习还有动态的学习 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个学习氛围里面 各位学员 各位长辈他们那一个快乐的心情 还有那一种快乐愉悦的气氛 我们觉得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投入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农会表示透过长青学院的开设 让不少的银法族开启人生第二春 不但培养出兴趣更增加整季互动 也期盼可以透过课程推广 鼓励更多长辈一同的走出户外 充实老年生活 只有从汉台中采访不到 我们下期见